好各位同學晚安 禮拜三晚間 八連檔的時間應該是禮拜二啦 日子過的都糊塗了 禮拜二晚間八連檔的黃金時段我們開始繼續 來錄製 我們的 Winnett 非常受到同學歡迎的管理 食物相關的Jack Welch的Winnett 我們繼續往下講今天應該可以把 整個第二章的Candor 這張的最後一個小章節講完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個章節的小標題是Truth and Consequences 字面意思就是說 真相 講實話的這個實情 還有它會產生的後果 好這樣子 我們繼續來看 Now you may be thinking I can't raise those questions because I don't want to look like a jerk I want to be a team player Jack Welch前面有講到說 有兩種 開會的 發言的模式 第一種是不坦承的模式 也就是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 比較像我們 國家的這種開會的模式 你好我好大家好 等到會議一結束 各種不好 私底下講 公開場合一定都講好的 這樣子 那第二種模式是 以公司的整個 營運發展進步成長 為主要的一個主軸 提出來 很有 這種 前瞻性的看法 或者 可以讓公司進步脫離困境的方法 兩種 一個前面那一種當然就是 大家應付應付 就結束了 例行公事 第二種是 有一些風險 公司會進步 但是與會的人員可能會造成 氛圍各個方面 人際關係等等 的一些 破壞殺傷力 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 他講說 講到這裡 你可能會開始想一個問題 我要讓公司成長講那些實話 所提出來的問題 我 實在是很難啟齒 很難辦到 因為我不想 成為縱使之地 我不想讓大家變成 認為我是問題人物 我不想讓大家認為我很白目 那個叫 因為你問這些白目的問題就代表你是問題人物 破壞團結 I want to be a team player 我因為要想當一個 團結合作 行的人 我要讓大家認為 我是團體的一份子 我很跟大家 都能融洽的相處 那個叫 team player 所以你不願意去破壞大家對你的 觀感 就不願意提這些問題 然後呢 相安無事日復一日 直到單位垮掉為止 It is true that Canada comments Definitely freak people out at first 他講說沒有錯 你坦誠地講出一些評論 講出一些看法想法 來爭扁 公司裡面的一些核心問題 關鍵的問題 當然會讓別人感覺到不好過 那個叫 freak people out 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人家聽了刺耳 不好聽 難聽 In fact the more polite or bureaucratic or formal your organization the more your candor will scare and upset people and yes he could kill you 他講說 事實上 你的單位 你的組織 你所處的單位 你所工作的組織裡面 如果越是 大家理善往來 你好不好 大家好 越是官僚文化 越是行李如仪 行事主義的話 你的坦誠就越可能會 嚇到別人 會讓別人感覺到不舒服 好這樣子 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因為大家都不喜歡聽難聽的話 久而久之你稍微講一點 比較 誠實的話大家就受不了 and yes it could kill you 沒有錯 這樣的一個 坦誠的話 可能會讓你 生不如死 那個kill you 不見得是殺了你了 是生不如死 這個讓我想到我在戰訓署的時候 在老邱手底下 那個時候總司令還是禍首頁 現在國安院院長 那有一天我們就接到通知 所有人全部到 戰訓署的會議室裡面去開會 也不曉得是怎麼會 我們就噼哩啪放下手邊工作 走到戰訓署 因為 情報署被拆掉了 我們在上了中央走到樓梯的 面對 面對建築物 這棟大樓的右手邊 這一整排 切了一半的話是 以前老的情報署管情報的 這一邊是戰訓署 以前的作戰署 還是訓練 並在一起 老邱就從來沒有走過來過 很少啦 除非開 跟救災 有颱風要來 因為 氣象 的單位在我們這邊 他有時候會 為了要了解氣象 他要去 方臺中心一級開設什麼幾級開設都要過去作證他了解氣象 因為我們這邊有氣象單位 很小 有氣象官會來個一兩次颱風來才來 否則他永遠待那一邊都是我們跑過去 那一次接到通知就跑到 作戰部門的這一邊左手邊 然後就開始開會了那個會 我一進去我就火冒三丈 當然我是很小咖啦因為 以 戰訓署來講裡面隨便看都是上校啦 放眼望去幾乎都是上校 像我這種 鳥中校 沒有幾個 比較少 那我是要準備升上校 那以前老的那個 所謂的陸軍總部 我們叫大漢 你只要進去不可能升不了上校 你是豬你都升得了上校 因為缺很多 我又去戰訓署 那我升不到可能就變得連豬都不如 豬狗不如了啊這樣子 結果呢那個會不知道是什麼會 就是一種 大家你好我好 大家好的會 然後就請了 另外一個看起來一拳可以打歐30公分 每天 喝酒吃肉的一個中校 出來 大明大放講一堆光冕堂皇的話 我一聽就覺得不對啊 他講的那個東西跟部隊實在 食物脫節的實在太離譜了 他還把他當成範例講給大家聽 要大家照著做 我就 我聽不下去我就直接 不是舉手發言 我是直接幹掉他 他當然嚇一跳 全場的 與會的上校 不管是組長 副組長 副組長 只有老邱美來了 一狗票老上校看了都講說 老弟啊 你是哪根筋不對 你敢跑來這邊殺野 我就把那個 中校台上在這邊 講一些 不是是是而非 一聽起來就不對的話 還在總部裡面講說這個要當範例 我直接把狗 呃就是 臭罵一頓 我說你都當到中華民國入軍中校了 你連那個東西你都不知道你還講錯 你還 誤導我們大家 而且我罵得很大聲 哈哈 他愣在台上 結果會場就 一看這小子大概不想活了 哈哈哈 就說解散了 每個人出去還瞪我好幾眼的 就是說你這小子 跑來我們這邊殺野 因為我們是情報部門過來的 這邊是 作戰部門 他認為是我是情報部門 跑來作戰部門這邊殺野 把他臭罵一頓 這樣子 罵完之後呢 我是很習慣啦 因為我食堂放炮 很多作戰部門的學長 那些 應該算老上校啦 大概都是陳寶瑜那個期別的 49期 50期的 每個人都 惡狠狠的瞪我 哈哈哈 我本來想跟他講說 我在南側中間還差點扁47期的 那個盛況你們是沒見過 第一次被人家幹掉嗎 哈哈哈 那是在陸軍總部 在老邱的麾下 老邱的陸總部就是這個樣子 欠罵 這樣子 當然我也付出代價了 這樣子 我的考基當然不會好所以老邱不給我 想盡各種辦法阻撓我讓我 祭宮殿讓我上校生不了 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 但如果說真的是這個原因的話我認為老邱應該把這本書好好讀一讀啦 這樣子 表示他 他還是充滿了宮廷思維要你好好大家好 大家客公送得開一些無意的會 浪費大家時間 你要找引言人也找個像樣一點了吧 找個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上去胡說八道浪費大家時間還誤導大家 我不出來湊罵他一頓的話 大家還信以為真 那個一看就知道沒下過部隊亂搞一通 那你去試想 這種貨色如果到基層部隊去督導 他不是在給基層部隊帶來麻煩嗎 他的標準是錯的 部隊是對的 他叫部隊對的感人 對的感人錯的 這是多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要立刻出來呵斥 直接 大聲呵斥 這樣子 還好老邱沒來啦 老邱來我連他一起罵 呵呵呵 這個讓我突然想起以前在戰訓署那一段 跟這個可以對的在一起 他當然會讓你感覺到害怕 如果有人講實話 像我那個就是講實話 有人感到害怕 有人感覺到 不舒服 有人感覺到 想 這個小子跑來鬧場 想宰了你 你是打蛋瓜有問題 這樣子 這樣 那是危險 你只能決定 如果你願意取得 他說他會有一些風險 你會變成縱死之地 人家會認為你是害群芝麻 人家會貼你標籤 等等 那是一個風險 只有你能夠決定 你要不要甘冒這樣的風險 來做這樣的事情 我是沒有決定 我是自然而然就直接破口 自然反應 表示說總部那個就有點像以前清朝的 戰訓署像清朝的 那種 紫荊城裡面的某一個宮 完全 跟外面 不食人間煙火道 跟外面完全基層部隊脫節 那我不知道現在陳寶玉在干陸軍司令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那個戰訓署聽說改成醋了 不知道有沒有好一點 他說 他說 你用膝蓋箱也知道 那個叫做 不用我講 大家都知道 如果說 越接近高層 越接近管理核心 你的權限越大 你的資源越大 你當然就更容易在組織裡面 來灌輸 來扎根 這種坦承的這種風氣 你比較容易做 比較好上手 但不一定 你一定要到管理階層 有人一輩子到不了管理階層 我一輩子到不了管理階層 我只能在基層混 難道就不能做了嗎 我在詹訓署就做了 直接破口大罵 撲腹罵街 沒看過壞人 But don't blame your boss or the CEO if your company lacks standard 他說但是 也不要怪你的老闆 或是怪你的 那隻資心帳 如果你的公司 缺乏坦承 你不要怪你的老闆 跟你的CEO 一直就說 如果在詹訓署看不到坦承 不要怪老邱的意思啊 我那個時候 我沒有怪他 是他 以少將署長之資來對付一個要升 上校的老中校 是他有問題我沒有問題我根本 不跟他計較懶得理他 他一個少將 老少將45期的老少將 跑來跟一個宗校過不去 老邱你丟不丟臉啊 講出來你被他笑到大眼 我從來沒有幹過這種事情啊 我不可能 宗校銀長跑去跟一個士官過不去啦 所以老邱你的領導統律真的是 真的是 你可以改不過來了啊 已經定型了 你自己要小心不要回火就好 我現在只能 勸你不要老毛病又犯了回火 我 現在的年輕人不像我那麼 問娘公姐這樣啊 哈哈哈 搞不好一圈給你跑下去都有可能 小心一點 Open Dialogue Can start anywhere 他講說 不要去怪你的 老闆 不要去怪你的CEO 如果你這個公司這個單位完全沒有誠信的話 我完全不坦承的話 因為 不是只有領導階層 核心人物才能做嗎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做 這樣子 任何的位置你都可以發揮 小螺絲釘 的功能 每一個人都發揮一點小螺絲釘的功能去做到 坦承 整個公司就坦承起來了 那個叫由下而上 因為主旗試者無作為 你就要由下而上 叫做 那種叫做bottom up 不是由上而下 那個叫top down 可以由 由上而下當然是最棒的 像Jack Welch是由上而下 自己是CEO 自己是小主管 他就開始做了 如果不信你的公司不是 上面會做的 你就要由下 而起 但 有可能功敗垂承 跟我一樣 跟我當年在戰訓組一樣 壯烈成人 他就開始回想想他以前還是小主管的例子 他舉了一個由下而上的例子 他說他一向有話直說 心裡想什麼他就 直言不會了 他一向是如此 那有一次呢 他 在擔任一個很小很小的部門的主管的時候 那個部門只有四個員工 呵呵 叫Noriel Noriel其實蠻有名的啦 我們可以看一下維基百科 他是巨氧二甲本 這個PPO 也稱為巨本謎 PPE 商標名是Noriel 這樣子 這個是經濟發明的 奇異的 AS 在1956年我都還沒出生 發明的 所以那個部門 他在那個部門擔任主管 你看是多久以前 那他是經濟裡面 最小 而且最新的 剛剛出來很新 但是單位很小 只有四個員工的一個單位 但是又在 那種 跟 衙門一樣的 科層組織層層的 那種組織架構堆疊交錯當中的 經濟這個公司裡面 這麼小一個鳥單位 那在這個單位裡面呢 你要大家 坦率直言 那個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個希望非常渺茫的 那Jack Welch就是 即使在帶這個 這麼小的一個單位 他都是坦率直言 他講那個時候 I was too young and politically clueless to notice at a time but I was covered because our business was growing by leaves and bounds 他說他坦率直言呢 當然會 引起別人側目 但他那時候太年輕了 還不懂得查研觀測 也不懂得什麼 人際交往 那些很複雜的東西 那個叫politically clueless 並不是跟政治有關 他是說 就有點像 你會不會看政治風向 政治人物去看政治風向一樣 他是一個四個人的小主管 也許還有平行的其他平行單位 他有話直說 他不會先去想說這個講了會有什麼後果 我是不是 面對這個人要這樣講 面對那個人要這樣講 在這樣的情況下要這樣講 在那樣的情況下要這樣 他沒有 他就是有話直說 他不考慮那麼多 那個叫做politically clueless 他也沒有那個 腦袋花 也沒有那個習慣 還要先講話前想一想 這樣講好不好 所以他也沒有 太不在意 也沒發現有什麼問題 那這件事情也沒有對他造成什麼太大的影響 因為 公司的業績 蒸蒸日上 公司的業績蓋過了他的 個人的言行舉止 坦率直言的言行舉止 所以說 他 沒有 產生任何的回火跟副作用 跟所謂的 為這件 坦承這個事情帶來什麼麻煩 因為業績太好 大家就忽略了這個人 只覺得他怪 萬一業績不好他就完了 仇人太多 If we had the guts to be candid It didn't feel that way at the time We didn't know enough to know what candor was 他說如果那個時候 我們都有膽量 能夠 坦承 能夠坦率直言 那在那個時候的話 大家的感覺就不會 跟原來那個樣子一樣了 原因是因為 我們並不知道 我們對Candor坦承這件事情 所知太少 還不是很了解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回頭來想 我們能夠 他到那個時候在 那家公司的部門叫Noriel 能夠更鼓勵大家能夠坦率直言的話 大家能夠更加認識坦率直言的好處的話 就不會造成 大家看他很奇怪 他得罪很多人 他是靠業績成長幅度大來 蓋過 當 當一個 保護 盾牌 業績盾牌保護住他的野心舉止 大家認為他很奇怪 但如果說 回到那個時候大家能夠 膽子更大一點 更講實話的話 就不需要用業績來 蓋掉自己的這種 大家認為你這個人怪人很奇怪 在幹嘛 It just felt natural to us to speak openly argue and debate and get things to happen fast 他說 其實那個 我們大家只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不用練習也不用覺得很扁扭 你就是會感覺到 我們大家都會很自然而然的 公開的說一些 心裡面 想講的話 我們會 辯論 互相辯論 互相講道理 互相交換不同的見解 甚至到互相辯論 然後呢 讓 一件事情能夠 更快的 解決 或是本來沒有形成的共識能夠 更快的形成 讓整個解決問題的速度加快 這樣子 if it were anything it was crazily competitive 如果那個時候能這樣做的話 我們 當時的狀況只能用 喔 競爭力 強到瘋狂的地步來形容那個時候 但我們沒有這樣做 如果我們當初有這樣做的話 那個competitive是說那個競爭力 會強到你無法想像 當初因為可能 那個時候是因為 整個市場環境對 Norale有利 所以大家即使在不坦誠的情況下 只有 Jack Welch一個人在那邊 直言不諱的情況下 業績還能增增日上 如果再加坦誠進去的話 那更不得了 他是這個意思 Every time I got promoted The first cycle of reviews Be it budgets or appraisals Wis often awkward and unpleasant 他說他每一次喔 升籤 第一輪的 審核 他手底下的人 他要審核他手底下的人跟單位裡面的相關的事情 他如果是 升到主管的位置的話 不論是 預算 還是考核 人員的考核 通常呢 這種第一輪的這種考核的這種評議 會議 通常都會進行的 很不順 那個awkward就是非常的不順暢 而且呢 也搞得大家不愉快 為什麼呢 Most of the new team I was managing wasn't used to wide open discussions about everything and anything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 Jack Welch是一個 開城布公 有名的人 他到了一個新單位當主管 要開會審查 預算 審查 個人的考核 打考核也好 預算怎麼做分配 好我們這個單位裡面有多少預算 我怎麼分配給不同的 下轄的部門來用 這種 屬於預算的會議 那每一次 大部分 他到了那個新單位 他要管理的那個新單位 對於這種 公開談論開城布公 非常不習慣 覺得就覺得很別扭 變成 Jack Welch一個人一頭熱 大家沒反應 For example We'd be talking about a direct report at the personnel review and in conversation We would agree that the guy was really awful His written appraisal However May they look like a prince 他就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 如果他們正在 他在跟他的手底下的 下一期單位的主管在 討論 人事 直接的 個人的考基 考核的報告的 這種 審查的時候 而且呢 是用口頭 的方式來討論 我 討論的時候聊天的時候 不是聊天喔 是用口頭在談論的這個人的時候 某一個人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這個人是個混蛋 表現實在有夠差 可是呢 把他的 書面資料拿過來一看 天啊 那個資料寫的 琳瑯滿目洋洋灑灑 搞得 跟阿拉伯王子一樣那麼高貴 這樣子 就像 我們軍眾很喜歡造神 每個長官的人事資料 他只要升了大官或準備升大官都寫的跟神一樣 國父講公在世一樣 那我也不要講是誰啦 老邱的我是沒看過啦 可以上維基板格看一看 你看到那個人嚇一跳 這個人難道是 是神仙下凡嗎 怎麼那麼好 如果你真的認識他的話 你看這兩個是同一個人嗎 跟我們國內 是非常像的 每個人都說他這個混蛋 但是呢 那個他個人的 書面的審核拿過來一看 簡直是完人啊 哈哈哈哈 When I challenge the fullness the fullness right here yeah yeah but why would we ever put that in writing 那每一次呢 Jack Welch就會 就會質疑 就會開始講說 你怎麼寫假資料啊 你剛剛不是跟我講這個人一大堆問題嗎 為什麼資料裡面寫了他 完美無缺呢 完美無瑕 都可以 都可以選 喔楷模了 這是這個其實造假的意思 那他就質疑這種造假虛偽造假 那個叫forniness 虛偽造假 那每一次 Jack Welch就會聽到 對對對 你講的對啦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當壞人 把那種 喔 不堪入目的東西寫出來 訴諸文字寫在書面報告裡面呢 那樣不太好吧 哈哈 I'd explain why making a case for candor 那每一次Jack Welch都會解釋 為什麼你要寫出來 而且呢 做了一個 為什麼 你要這樣做 的一個 完整的說明 喔讓大家了解 為什麼 candor 那麼重要 他做了一個 完整的說明 而且糾正 要趕快改過來 喔這樣他身體力行 By the next review We'd already be seeing candor's positive impact with a better team in place and with each successive cycle more and more people make candor's case with me 經過這樣子一個 啊糾正之後呢 然後呢去樹立 身體力行 立竿見影 風行草演這樣子一弄之後呢 在下一輪的審查 之前 就已經看到變化了 已經看到candor 所帶來的正面的影響 喔那個叫positive impact 你眼前的這個團隊 就已經看到他比原來好很多了 不一樣已經有變化了 而且呢 每一輪每一輪的審查 連續的這種每一輪的審查 一次兩次三次四次 一直下去越來越多的人 喔 也能夠 跟Jack Welch一樣 去做到 言行合一 你對這個人的口頭上的評價怎麼樣 你的書面資料就要怎麼寫 不要造假 這樣子不要認為說 這樣不好 不要白紙黑字寫出來 這樣子 Still It wasn't like I was singing with the whole chorus 即便如此 但還不是做到 Jack Welch覺得滿意 他還是感覺到 他不能夠 跟大家步調一致 那個sing and with the whole chorus 是說整個合唱團 在裡面跟著大家一起唱 大家的音調 所有的旋律都一致 他還是感覺跟 整個團隊有點點 居與不合 他感覺他還是在唱獨角戲的感覺 From the day I joined GE to the day I was named CEO 20 years later My boss is cautioning me about My Canada 他說從他踏進 G1的第一天 一直到20年後 他升了 自行長 所有他的老闆 都警告他 提醒他 說你這樣子 直言不會 有一天會倒大 的 I was labeled abrasive and consistently want That Mike Gander will soon get in the way of my career 那這個 Get in the way of someone's career 我記得在 我們記得在 Charlie Mike裡面 那個參與人士官 也講了相同的話 他的目標是 Major Colvin Major Colvin 是pride You shouldn't let your pride Get in the way of your career 那是參與獎的 人士官 軍的人士官 那這邊這個是 Cander You shouldn't let Cander get in the way of your career 的意思 他講說他被貼標籤了 說這個人 無理 魯莽 這樣子 abrasive 或是說 傑傲不遜 那我的 以前的人士資料 跟現在人士資料 不一樣 以前是手寫的人士資料 還有一個考核 那每次 主觀就會在你的人士資料 用手寫的 要寫評語 我每次去 從人士官那邊 偷偷把我的 那是機密資料不能交給個人 偷偷拿出來看 裡面寫的最多就是傑傲不遜 類似這個abrasive 但我還記得我在兩養六師的評比 是全師倒數第三名 以連長 少校連長 上位連長 這個階級 全師 你看有多少人 一個以前老的 一個未敘師 我是倒數第三名 可能倒數第一名跟第二名 是殺人放火的 我是倒數第三名 其實我也沒有很在乎 他的很多的主管跟他講說你要很小心啊 你現在被貼標籤 魯莽莽撞 皮膚莽膚 而且不斷的被警告說 你這樣子坦率直言 口無遮攔 有一天會影響到你的仕途 結果反而沒想到他還當了CEO 那個CEO的這麼大的跨國企業 富可敵國的企業 那個CEO是要慢慢培養 才能進入那個核心 然後再不斷的選 要找誰來當比較好 他也是有Candidates 這樣 Now my GE career is over and I'm telling you that it was candor that helped make it work 他說我現在我的職場生涯已經結束了 我並沒有如我的以前的主管講說 我的Candor會造成我幻圖上面不順 會讓我的前途暗淡 會阻礙我的前途發展 沒有 因為我在基益已經當到CEO了 那個幾乎就是最高階層 從基層爬上去的最高階層 我的整個職壓結束了 那我可以以我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告訴各位讀者 也就是Candor才能夠讓我的工作 一路上在GE走到從一個小的員工 走到CEO這整個職場生涯的路上 就是因為我坦誠才能辦到的 這樣子才能夠達成 才能夠一路走來 選主艱辛但是都能夠排除萬難 就是Candor 他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告訴大家不要怕 So many more people got into the game So many voices so much energy 他講說有這麼多的人 更多更多的人能夠加入參與這一場 賽局那個game是說 有更多的人能參與討論時間不會 大家就要歡迎見 是這個意思 So many voices 有這麼多這麼多的不同的聲音 大家互相來做腦力激盪 So much energy 產生了更多更多的活力 這個公司才能夠繼續走下去 繼續經營下去 他是講說這就是Candor帶來的好處 We gave it to one another straight And each of us was better for us 我們把坦承 直接給了互相坦承以對 中間沒有任何的隔閡 也不要想太多 我們每一個人互相都坦承以對 我們當中所有的人的任何一個人都因為如此而變得更好都成長了 這是他的最後的結論 我覺得非常好這一段 下面這個應該一小段 我看現在時間 三五分鐘夠 我把這一小段講完整個章節就結束了 這個看起來像是一個小結論 準備要銜接到下面的新的一個章節的一個引言 We've talked a lot in this chapter about one word But it's really very simple Candor works because candor unclutters 我們在這個章節裡面 這一章裡面彈讀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呢 但呢 談論的重點只有一個字 就是candor 用整個章節的篇幅來談論一個字 這樣子 But it's really very simple 但其實它這個道理很簡單啦 Candor works because candor unclutters Candle為什麼那麼有用呢 不管什麼事情 你只要坦承 都能夠化險為宜 然後轉為為安 為什麼這麼有用呢 因為坦承能夠把很多事情 變得更簡單 更清爽 更一目了然 它不會亂七八糟的 那個叫Unclutters 很多事情 只要你坦承 都能夠條理分明 都有脈絡可循 都能夠有條不問 這樣子 Yes, yes Everyone agrees that candor is against human nature 他講沒錯沒錯 你們講的都對 大家都同意 Candor是違反人性的 所以真的很難辦到 我同意我也知道 因為我是過來人 So it's waking up at 5 in the morning for the 6-10 train every day 他說難道你起早八早 5點鐘起床 一大早 去趕6點10分的火車 每天這樣子做 去趕上班 難道不違反人性嗎 誰願意5點起床 你不是起來了 誰願意搭最早的一班火車 趕上班 你不是每天這樣做 你怎麼沒有講違反人性的 你難道不想直接睡到8點 或自然醒嗎 或者是說 啊 醒來之後 還可以都摸西摸 搞個半個小時 然後過個馬路就進公司了 就上班了 誰不想這樣做啊 So it's eating lunch at your desk So you won't miss an important meeting at one 那難道你在你的辦公桌上 吃午餐很快的啊 把午餐吃完 為了就是不要錯過了 1點鐘要開的重要會議 這個也違反人性啊 你為什麼不好好的到餐廳去吃頓飯 累了一個上午了 你要在桌子上爬飯 不管你吃什麼 就為了1點鐘的重要會議不要錯過 這不是也違反人性嗎 你也不是好好的嗎 你也沒抱怨啊 But for the sake of your turn But for the sake of your team Or your organization You do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n't easy 但是為了你的團隊 為了你的公司組織 你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不是輕而易舉的 你都願意做了 坦承比那個簡單多了啦 他是這個意思 The good thing about candor is that it's an unnatural act that is more than was it 他說坦承呃 你從好的方面來想 你不要老是去想壞的 你從好的方面去想 它是一個 不太自然的一種行為 而且呢 為什麼是不太自然 不是自然而然做得出來的行為 因為他的做了之後 他所帶來的價值超過了 你能夠想像物超所值的意思 你只要能夠坦承 他所帶來的價值 絕對不會是你坦承 比你自己坦承這件事情 還要帶來的好處要多100倍 意思是這樣 他的好處太多了 多過於坦承本身 是這樣子 雖然有點不太自然 但是你看在他的好處 上面 你也應該要做 It is impossible to imagine a world where everyone goes around saying what they really think all the time 他說當然你不可能 你無法想像 如果真的每個人都那麼坦承的話 假如這個世界都是一個坦承的世界 人人都產生 心裡想什麼就講了 就直接講出來的話 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當然不可能會這個樣子 但你至少要做到一定的程度 他是這個意思 and you probably wouldn't want it anyway too too much information 他說我相信你也不希望 世界真的有一天走到這個地步 每個人都心裡想什麼直接講 完全不修飾也不過慮 有什麼講什麼 那不添加納亂 他說我相信沒有人希望 這樣的一個世界真的存在 那樣子的話會變成 太多太多的資訊就變雜訊了 這樣子 大家都會很難過 他說我不是要講這個意思 我說大家要在某種程度上要坦承 but even if we get halfway there lack of candor won't be the biggest sturdy little secret in business anymore 他說我們只要做到一半的坦承就好了 那麼缺乏坦承只有50% 就不會是業界裡面 大家所說的最大的 最大的肮脹的小秘密 就不會是 人家目前大家所講的 因為 你已經有50%坦承的話 另外那50% 是可被接受的 這樣子 那現在的狀況是連10%都不到 所以不坦承就佔了9成了 那就反而會出問題 It will be as big as change for the better 你只要能做到一半的坦承 就算不坦承 都能夠成為 日後進步的動力 日後進步的最大的改變 因為你只要能夠50%再多一點 60%的坦承 7%的你不能100% 你有一半 你因為還要追求更多的坦承 它就會是一個最大的 改變的動力來源 是這樣子 這個章節結尾寫得蠻好的 42分鐘 那我就稍微 時間還夠 我就稍微利用一兩分鐘把剩下後面我們今天的段落 做一個朗讀 今天就功德圓版 從Truth and consequences這邊 選擇 選擇 抖耳 You may be thinking i can't raise those questions because i don't want to look like a jerk i want to be a team player it is true that candid comments definitely freak people out at first in fact the more polite or bureaucratic or formal your organization the more your candor will scare and upset people and yes we could kill you that's a risk and only you can decide if you're willing to take it near this to say you have an easier time of installing candor in your organization if you are closer to the top but don't blame your boss or the ceo if you if your company lacks candor open dialogue can start anywhere i will speak in my mind when i have four employees at norio the smallest newest unit of a hierarchical company that had a very dim view of straight talk i was too young and politically clueless to notice at the time but i was covered because our business was growing by leaps and bounds if we had the guts to be candid you didn't feel that way at the time we didn't know enough to know what candle was it just felt natural to us to speak openly argue and debate and get things to happen fast if we were anything it was crazily competitive every time i got promoted the first cycle of reviews be it budgets or appraisals was often awkward and unpleasant most of the new team i was managing wasn't used to wide open discussions about everything and anything for example we'll be talking about a direct report at the personnel review and in conversation we will agree that the guy was really awful his written appraisal however made him look like a prince when i challenged the phoniness i hear yeah yeah but when will we ever put that in writing i'll explain why making the case for candor by the next review we'd already be seeing candor's positive impact with a better team in place and with each successive cycle more and more people make candor's case with me still it wasn't like i was singing with the whole chorus from the day i joined ge to the day i was named ceo 20 years later my bosses cautioned me about my candor i was labeled abrasive and consistently warned that my candor would soon get in the way of my career now my ge career is over and i'm telling you that it was candor that helped make it work so many more people got into the game so many voices so many energy we gave it to one another straight and each of us was better for us we've talked about we talk a lot in this chapter about one word but it's really very simple candor works because candor unclutters yes yes everyone agrees that candor is against human nature so is waking up at 5 in the morning for the 6 10 trend every day so is eating lunch at your desk so you won't miss an important meeting at one but for the sake of your team or your organization you do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n't easy the good thing about candor is that it's an unnatural act that is more than worth it it is impossible to imagine the word the world where everyone goes around saying what they really think all the time and you probably wouldn't want it anyway too much information but if if you get halfway there that could gather won't be the biggest dirty little secret in the business anymore it will be its biggest change for the better 好我们今天就47分钟啊按照时间50分钟一堂课的时间讲解到这个地方 呃明天下一个单元哦我们可能会回到 colon powell或者回到the catcher in the right是状况来决定感谢同学晚安我们明天再见